三天西方林建宏 大家好 台北报道 好 所以在某些年轻人的眼中 马总统是不是已经变成老人了呢 好 不过我们接着也来看看 马总统的对手蔡英文 好 蔡英文呢 她其实每天现身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她是戴眼镜的造型 其实有没有注意过呢 蔡英文呢 她戴过很多种 不同造型的眼镜 现在最常戴的是无框的眼镜 之前呢 她也戴过金边细框的眼镜 还有黑框眼镜 我们也来看看这风格 到底有哪里不同 全程走透透 蔡英文评选战 看起来有什么不同 原来眼镜上动了手脚 无框眼镜比较明亮 比较有精神 无框看起来就是比较 有干练 比较年轻 要选总统的话 无框眼镜应该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整个人比较清爽 无框眼镜受好评 柔和又不失专业 其实眼镜换造型 好像是小英的一大乐趣 选民服务戴无框眼镜 公开场合戴金属圆边眼镜 开会时长行迎边造型 甚至拍定妆照 黑框眼镜都出马 很多人以为我这个眼镜是为了要总统大选 所以才去配的这个眼镜 各位我跟你讲 这个是我十年前戴的眼镜 布置黑框眼镜 连墨镜也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选什么款式的眼镜 在造型师眼中也是一门学问 他的脸就是其实比较圆 然后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框比较长比较细的会比较适合他 造型师建议小英穿着朴素 可以在眼镜上多花心思 红色眼镜麻辣风 爆文花色狂野风 或者大大的眼镜偶尔装可爱 身为女性总统候选人 小饰品都可能是另类洗票机 三令新闻 小九红白桥英 台北桥报道 好一个最新的国际消息 先提供给您